那我觉得议长们也很奇怪 之前大家不是说 哇 那郭台铭很厉害啊 你一定要出来啊 现在眼看他要独立参选 你不要你不要 我还是觉得郭柯佩亚来的比较好 张荣卫也出手了 现在说秘惠柯文哲在营的要角 希望郭柯和 你看谢典人也是这样子 今天放出消息张荣卫也是这样子 连云林县半来议员都说 如果这个郭台铭真的要出来的话 我们不排除 导歌支持赖清德 怎么会这样子呢 现在是怎么样 议长们都开始在摇摆了吗 也不是摇摆了 在逼郭台铭跟逼柯文哲 大的局势 我觉得用这四个字形容 这以战逼合 这个合不是和平的合 是指合作的合 如果你去回忆一下 郭台铭跟柯文哲最早开始 议长们在讲的地方头人 在讲的 其实是郭柯佩 郭台铭搭配柯文哲的副总统 郭柯佩 但是现在一直谈不下来 不是 是议长没有想到说柯文哲会爬上来呢 还是他们郭台铭提出说 我们就觉得我们一定可以吃掉柯文哲呢 这里面这个关键很现实 就是郭台铭是第四名 他也没变第三名 对 然后呢 议长们又跟 侯友宇跟柯文哲这边又闹翻了嘛 好 那柯文哲他们觉得很重要 可是柯文哲是第二名 人家为什么要当你的副手 所以谈不下去 谈不下去也要郭台铭 也要 你也要让一点 可是你如果是郭台铭 我92 92亿的共识 然后我出来以后 我当副总统 我神经病啊 所以 因为我前两天有联系找陈志涵 他讲得很清楚 谢敬明讲说从七月以后 郭台铭一直跟柯文哲有联络 对 陈志涵跟我讲的是说 郭台铭郭董一直都有私讯 柯文哲 柯文哲也有回 有 中间还有什么样的人在联络 地方投人 地方投人我们讲派系投投 所以张荣卫嘛 谢敬明嘛 周典论嘛 但是议长们的想法各自又不大一样 蛤 有那么论吗 当然有论 因为周典论我听到就是要阻挡嘛 阻挡 不分 讲不分 周典论是要阻挡 张荣卫这边呢 张荣卫是要郭董独立参选 独立参选 那谢典林这边呢 谢典林本来也是国立参选 可是现在有点怕 所以各谈各得掉 每个议长又想得不一样 因为 其实也不是说不一样 就是谢典林其实也在逼郭台铭 就 郭是不是一定 你一定要当正的才可以 因为赢了才能拿政权嘛 看起来现在是啊 所以 所以我才说以战逼合 就说郭台铭一定要当正的 那柯文哲没办法嘛 可是 你要郭台铭当副的 郭台铭也没办法 所以现在他们整个东西是卡住了 好卡住的时候就回到柯文哲那句话 乌龟比气场嘛 大家憋着嘛 憋着嘛 看着也受不了 郭台铭也在赌这一把嘛 大家来憋嘛 因为郭台铭很清楚 就跟所有人开了一个条件 我选大家都死 保送赖心 对 好 那我如果参选到底 那柯文哲你还要选吗 那柯文哲现在说我一定要选到底啊 不是三副一没有吗 所以大家一起死嘛 对啊 那现在看谁真的 真的不怕死嘛 一直投皮选下去哦 就一定要选就对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人完全没有角色 好有意儿 对 好 那国民党的角色在谁身上 在朱立伦身上啊 为什么 职业地方派系选立伦的 全部是朱立伦的影响 因为党的提名权 哪有那么多可以分啊 所以国民党最不重要 这一局里面 到目前为止 在郭台铭 真的跟你赌下去的时候 宏友宜最不重要 因为他手上没有资源 他什么都没有 他跟金普充正在一起 他什么都不是 朱立伦因为有党纪 好 那现在直接啦 做结论 那两万人办下去啦 马上考验朱立伦你该怎么办 这次还要警告吗 可是你如果把周点论给逼走了 那国民党在屏东剩什么 这很现实 所以你说这样议长强压 柯文哲希望他可以 他的希望 有办法吗 这些国民党的议长有办法吗 没有 玄机史上传媒发生过这种事情 没有人知道 你要第二名的当副手 柯文哲如果把 把这个总统提名 总统的位置让给郭台铭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 柯文哲的支持者 有核心圈也有外围圈 对 核心圈当然可能跟着柯文哲走了 可是比较次一圈的人 当总统候选人的第一顺位 从柯文哲变成是郭台铭的时候 那我要支持郭台铭吗 我会不会跑 这很实际的 但如果郭台铭是当副手的话 我要拿那么多钱出来吗 政党票我又要给你 我有什么呢 我又不是潘啊 潘啊 对啊 我是潘子吗 对不对 所以你说怎么谈 所以你注意看他们 他们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只能跟你讲说 以前都叫做郭柯佩 现在叫郭柯和 和是合作的和 那合作怎么合作 没有人知道 那如果最后都独立参选了 那就一起死 就是这样子 那不想一起死 就看他们后面怎么瞧嘛 没有人家收银子汤嘛 所以这一局也是台湾总统民选以来 你很难得看到的 这一局比上一次的韩国瑜更好笑 更好笑 就是总统站出来没有准备 今天跟今天的合作 跟去年的合作完全不一样 然后柯文哲就一直闹笑话 那郭台铭就有钱的任性 他有九十而已 我每年都有九十而已 但是我民调第四名 但是我想把你们全部吃掉 就他任性到这样子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你至于他有没有什么准备 根本来不及讨论郭董 有没有准备这件事情 郭台铭这边呢 会不会是大人开大车 但是议长现在很担心 郭台铭现在开了这台车 眼看要暴冲了怎么办呢 我们请教逸三哥 看起来郭台铭 应该是要独立参选了 昨天新出发表会这番话 好 他今天有活动 到屏东呢 这个周点铭帮他号召两万人 今天继续有说明会 说主流民意大联盟 那昨天呢 大家也很期待说 他会不会宣布 他说了什么呢 即便拿到坏牌 也要尽力玩下去 就会有好结果 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现在看起来 手上的牌 好像不是那么好 那意思就是 只有我一个人吗 我要继续玩吗 好 谢点铭就说 没有郭柯佩 我们是不会挺你的 谢一锋现在也出来拉 不要鼓励郭台铭去独立参选 怎么样 现在议长们 赶快要拉刹车了是不是 我觉得要分成 郭台铭的动作 要分成三部曲 第一部曲叫宣布 因为他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宣布 所以大家会鼓励 他快宣布 你快宣布选总统 又叫你说 我不鼓励你独立参选 是要什么吗 一定不是郭柯和 就是郭侯佩 这两个的合作 尤其是郭柯佩 所谓郭柯合作的这个态势 是现在所有地方议员里面 他们倾向朝向的方向 因为看起来 国民党的侯佑 会不断的选到底 这样的合作方向 那你必须手上要有门票 因为现在门票 在柯文哲手上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我民众党主席 这张门票我铁铁的 如果你没有门票 柯文哲是不可能退让的 所以第二步骤叫做 我要先拿到门票 就是叫做连署 连署就需要动员 所以明天 今天晚上来明天 要办所谓两万人的 造势场合 这个叫做凝聚未来 连署的一个动能 那郭台铭连署 有没有可能达标 绝对可能达标 我算对他来讲是小事情 一份三千行政成本 一下子就数亿 就五千五十万份 所以对于所谓的 尤其中南部 你看下去 都是一些无党籍的 乡镇市长 里长 或者是县议员 都是无党籍的 根本没有党籍问题 每一个人如果 跟这些条卡 其实五十万份非常容易达标 所以郭台铭在九月的时候 他一定会进行所谓的独立的连署 那到了连署有四十五天 九月底到加四十五天 大概就十一月中 那时候大概就是总统登记参选的日子 他有门票的时候 他才能跟郭台铭 跟柯文哲跟侯友宜谈说 你退让给我 否则我一定参选到底 为什么一定参选到底呢 因为我连署是背后叫五十万份 我有五十万的民意支持我 我不可能背弃这五十万人 那时候柯文哲的民调 跟侯友宜的民调 如果排老三老四 郭台铭领先的时候 为什么说郭台铭有可能领先呢 因为整个连署运动 其实他是一个滚动式的动员 他不只是在组织上面的动员 他包含在文宣上面行销上面 都必须动员的情况下 那郭台铭如果真的出来的话 议长应该很开心 之前议长都说郭台铭你最强 你最好要出来 现在郭台铭真的要出来 反正他们还担心了 为什么呢 没有 他没有担心 他只是说要合作 也就是说他帮郭台铭打出一张牌 就是说我一定才选到底的 那你郭柯文哲要不要合 你侯友宜要不要合 那你小鸡要站在哪一边 更重要的是小鸡 我常常就说一个选区 如果五十万份 一个选区有八千个名单 那个比柯文哲的二十%的 那个支持度更重要 因为八千个名单 就要实实在在找得到人 柯文哲的民调的支持度 你根本找不到人 所以郭台铭用他的每一个选区 八千个名单的时候 就可以跟蓝营的小鸡说 你来支持郭台铭 所以侯友宜会越来越边缘化 那另外就柯文哲敢不敢选下去 他有没有资源选下去 包含柯文哲内部都有合作派 跟主战派的分别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郭台铭吃掉柯文哲 并购民众党的机会 是越来越高的 好 大家请教东豪哥